哈囉各位學友以及球門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Rotator的比較正確的使用方式 以及搭配我們的這個重力平衡帶 那麼因為很多人在用這個Rotator的時候 都會只感覺到好像只有上半身在不斷的轉動 而沒有運用到下肢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怎麼去使用 首先就是我們先講到握法 有些人在握法上面就沒有去做得很標準 所以會導致你在旋轉上來的時候 也沒有太多的感覺 好我們先把這個Rotator擺成這樣子的形狀 那這樣子手套進去 所以你會感覺就是完全現在是平的 靠著你的身體 那這個位置也都是平的 那接著 左手在握的時候 會像是比較接近 朝下方 所以這個Rotator的這個標誌會是朝著 45度角的天上 而不會是對著自己 如果你是對著自己有些人這樣做 其實旋轉的方式就會感受到不同的肌肉位置 那比較標準的位置會是 我們先這樣子扣好 接著讓我們的手稍微往下 身體往下 左手握在這裡 往下推直 伸直 所以呈現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再去做旋轉 那剛剛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空做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去感受到 好像都是上半身在這樣子做動作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做上半身的任何一個動作都會用到腳步的發力 只是感覺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運用這個 平衡的這個重力帶 去感受 其實我在做同樣的動作的時候 我的腳是有去做到 感受不平等的一個 腳步的一個發力動作 我現在站在這個袋子上面 我的 站的位置會是在 袋子在我腳掌的 中心點 好 那我去做好準備 剛剛rotator的這個 準備要上竿的一個動作 當我在做旋轉的時候 我可以透過這個 重力的這個 平衡帶去感覺到 我的雙腳的動作 會是 如果以誇張來形容的話 左腳會比較像是往這裡的感覺 而右腳呢 的重心會感覺到 後腳跟 會是比較 誇張的一個顯示 所以 從這個之中 我們可以去感受到 在做這些旋轉的時候 腳踩的這個袋子 當你如果做不好的話 有些人會感受到 往前 或者是比較誇張 會整個往後 所以 可以透過這個練習 來搭配這個 rotator 去感受到 你在上竿時 你的腳 的平衡的 腳底 該怎麼樣去發力 那當然 你也會想要知道 到底我們在 上竿時 右腳的責任 重心是怎麼樣呢 實際情況 當我們在 上竿時 右腳的重心 會是偏向於 右腳 內側 而不會到 外側 所以會接近 右腳 內側 而靠近接近 右後腳跟 那 在下竿的時候呢 我們在 轉換過來的時候 會到 左腳 最後結尾的時候 會到 左後腳跟 如果今天 你是比較容易 像這樣外翻的人 我們可以運用這個袋子 去擺在我們的右側 去做 練習 所以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的動作 去感受我們的 上竿 會有支撐的感覺 那當然 相對的 每一個人在 上下竿的 重心不同 也可以透過這個袋子 去做不同的訓練 好比說 當你在上竿時 發現你自己本身 是重心都往前的人 你可以故意把這個袋子 踩住 在前面 去讓自己去感覺 重心是比較在 後面 所以相反的 如果你是比較容易 本身就會往後的人 OK 你可以去讓自己去感受 你自己要往後踩住 去做不同的 上竿 去感受你 腳底真正在 發力的情況 是什麼樣子 其實 剛剛不管是往前往後 都可以做 因為你可以學著是 要踩住 或者是靠他 拉墊高 來往前 他是可以去運用 去訓練 感受到 我們的腳底 去怎麼去出力 另外他還有一個 很貼心的功能 我們可以從這個 重力平衡帶上面去看到 上面他這只是有去 標示一些刻度 可以甚至去看到 當我們在球的擺位時 我們應該去怎麼去站位 Louis Sport 你跟我們說 我們在那邊 你跟我們都在 在那邊